新聞急緊要告訴您 桃園一名國中生參加美術比賽獲獎 而他畫的內容是 黃帝牽著烏龜過馬路 周圍的人跟車都在等他 網紅質疑 這幅畫是在嘲諷醜化臺灣行人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態 支持學生創作 而另外交通部是宣布 交通違規紀典做法調整 紅線鄰庭不再開放民眾來兼具 還有最近兩大超商推出烈酒咖啡 恐怕會引起酒駕 也容易誤導未成年營酒 接著來看以下的整理報導 歲末年終尾牙聚餐多也是酒駕高峰期 光雙北今年十一月超過九百件酒駕 現在酒駕防治社會關懷協會還指出 兩大連鎖超商推出咖啡加烈酒 恐怕讓超商成為酒駕高風險誘因的場所 民團還表示業者的廣告行銷容易產生誤導 更憂心把關不嚴格 未成年為了嘗鮮花錢就能買到手 用餐時段萬頌員常因為臨停在紅線區 被民眾拍照檢舉釋罰單 為了避免民眾檢舉氾濫 交通部表示將微調交通違規祭典作法 紅線停車不開放民眾檢舉 交叉路口公車招呼站十公尺 上下客貨若違停 為妨礙交通者會勸導不舉發 另外並排或消防酸五公尺 上下客貨為妨礙通行者也是勸導不舉發 桃園一名國中生以帝王條款為主題創作 拿下112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國中組漫畫特幽 卻遭網紅質疑再嘲諷醜化台灣行人 引發輿論 正反討論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態 支持學生創作 強盜從作品確實可以看到作者本身 經過日常非常細微的觀察 透過漫畫創意呈現 至於獎項沒有追回的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